面糊放入挤花袋,在烤盘上挤出花样 同学是开心制作曲奇饼和玛丽书 期待饼干出炉 职能治疗学习活动分析设计课程是结合了烘焙学程 透过实作与体验活动引领学生跨领域学习 那烘焙活动是我们职能治疗里面一个很重要也是常用的活动 因为在烘焙活动里面它可以改善一些生理功能 比如说你要揉面团啊,你要搅拌啊 那这些都是可以训练手工的 那另外这个烘焙的活动也可以训练认知功能 比如说我们要称重量 然后那个发酵的时候要计算时间 然后整个过程里面你要非常的专注 课程,我们的孩子呢 从里面可以透过我们专业的分析 会了解到说我们的个案 它有可能会在面临什么样的问题 什么样的能力需要来去做一些训练 那之后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非常称职的治疗师 从这些活动中来去处理他们的一个问题 任客老师蔡宏如指出 活动分析设计是智能治疗的重要临床能力 透过活动来帮助个案预防失能或是恢复健康 课程特别邀请跨学院的老师协同教学 导入艺术创作和烘焙活动 大家都选做做鱼 然后其实它就是对应到一些所谓的心理治疗 或是手动的时候对于我们这个身体上的活动能力 我觉得这是身心都有治愈到 所以其实设计这个主题的时候 其实也是在探索自我 我觉得就是要体验这个做的过程 这个过程中会用到 就是会有需要怎样的想法 然后会用到怎样的就是动手做的过程 首先我们觉得这个联谱啊 它有时候反映出来的它不只是一个艺术作品 它有可能是反映了我们内心当中 所不知道的一面 就举例来说的话好了 像我的黏土作品 它虽然看起来是有点邪恶的 但是我觉得它受不了也反映出 我内心中的某一面 我内心的黑暗面 职能治疗是向助人的专业 透过活动来改善个案生理、心理与社会功能 希望学生多方面接触不同的活动 熟悉不同活动对个案的帮助 成为具有人本关怀 专业知能的知能治疗人才 我们这边要活一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